白老师英语教学与学习网站 各位同学,我们今天要来教中高级文化 那首先呢 先到我的教学平台往下移 往下移进入英文考试教学平台 Click进去之后,我们就直接看第一个 这是进阶中高级文化,一千题 那我们今天阅读之后,下载那个PDF 好,PDF呢,我已经下载好了 那这个呢,是分类的文化 时态、形态、诸动词的形态 还有就是被动态、不定词、动名词、形容词、副词 行动词、词句、名词、词句 这个条件,还有假设、语气、连接词等等 那我们先,今天呢,要进入的是实态 那直接到testboard 请打17页 让它进入17页 好,我们现在开始来讲里面的内容 第一题,我们先来看一下 我们先来看一下实态 我们先用noteboard大概讲一下 实态是针对动词跟时间的关系 所以只要注意动词跟时间的关系就好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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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我们那个 noteboard 好,来 实态呢 是针对动词跟时间的关系 好 那所以你注意这个动词跟时间 好 那动词跟时间 它有所谓的十二大实态嘛 好 现在是过去式、未来式、进行式、现在完成式、过去完成式 好 还有进行式 现进、过进、未进 完成式、现完、过完、未完 还有就是呃 嗯 完成 现在是 现 过现位 好 现进、过进、未进、现完、过完、未完 现完、进、过完、进、未完、进 就是总共十二大实态 那在这边呢 呃 我们因为 这个是advanced 所以我们就不再详细讲 好 就直接针对说 实态是动词跟时间的关系 好 好 所以我所讲的哦 是动词跟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现在看第一题 这个时间是1916 the first american slave 是奴隶 那在这边呢 我们这个 翻译 就中文意思就直接讲 非洲的奴隶 in virginia usa and by ninete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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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umbers nearly seven hundred thousand 好 所以 这个 196 16 你现在看动词slave 是奴隶嘛 那 16 19年最不用考虑 这个一定是过去式 到达维基尼亚 然后 by加时间 余利用完成式 好 所以 by加时间 如果我写的是过去的时间 就是之前 在1970年以前 那 如果 一定是要完成式 那如果是过去的时间 就过去完成式 好 完成式 是代表一段时间 所以 1970年以前 那算是一段时间 所以 我们的 你看看 你以后可以注意这个 这个 这些 keyword 马上就可以写答案 同时你也可以纠正 你以后写错的话 写错的话 写错的话 我们基本上 写一个每个句子 都要注意到 时态嘛 好 那 实态的 keyword 呃 我们 看一下 这个 这些 主要是看这一个字 好 这个是历史 对不对 我一年用过去式 好 by加时间 用完成式 好 这个要用现在完成式 by加时间 在1970年以前 所以 这个是过去的时间 所以过去完成式 如果是未来的时间 就未来完成式 如果是by now 就是现在完成式 所以呢 拜加过去的时间 之前 用过去完成式 好 所以呢 奴隶 奴隶怎么样 到达 用过去式 所以我们第一个答案就选B 那 1970年以前 是过去的时间 他们的数字 已经 完成式 跟完成进行式 是相同的 只是 过去完成式 对不起 这边是过 因为是1970年是过去的时间 所以是过去完成式 好 好 所以呢 1919年 arrive 好 in Virginia 那这个是一段时间 用过去完成式 所以答案是B 好 第二题 好 我们有一个可爱的视野 Bors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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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怎么念不一定 Borsport and the bridge over it Eat Eat是代表Borsport 这个桥 过这个桥 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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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忘了跟各位同学讲 各位同学是先写 不是说直接停 是你先写个25题 先写个25题 那算时间 那这个 通常我们要根据你的能力来看一下时间 那如果你系统强的话 这种25题可以写的相当的快 那如果说你每一题都要想很久的话 就表示说你的系统还没有建立起来 那我们这个英文呢 如果是用系统性的了解 比单纯用背要好很多 所以呢 我们是比较偏向系统性的教学方法 好所以呢 你看看这个话是不是习惯用进行式 当我正在挥过湿地弹宝的时候 我们看到美丽的景象 那你这里叫做过过境 过过境表同时化身 所以答案是C 那在这边呢 顺便讲一下 好 好 好 这个是答案是C 好来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 实态好来 那我们这边有个叫前过后过前线后线 好 好 首先呢 我们刚才讲说 呃 动词跟时间的关系 所以呢 我 我将去美国 明天 所以时间是明天将 对不对 我已经吃完了 已经吃完了晚餐 从 好 从 呃 我已经吃完晚餐 好 是到现在吗 收画 收画是不是到现在 我已经收到现在 所以你注意时间跟动词的关系 好 那这边有一个 就是 呃 不正式的文化 但是这个文化呢 确实是很 重要的一个观念 好 基本上我们 主持跟动词 那个动词花生的那个时间 通常会受到时间的管辖 也就是说 你不是 你不是一个超级飞人 除了说 今天过去 明天跑到未来 就下一刻跑到未来 好 好 除非 你的时间点会 介于两个时间点 时间 通常我们不会这样子 通常我们受到时间的影响 通常是前过后过 前线后线 好 那 前过后过呢 就是 前面是过去式的类种 后面就是过去式的类种 好 好 那另外一个叫前线后线 前面是现在式的类种 好 前线后线 把它弄大一点 前线后线 前面是现在式的类种 后面就是现在式的类种 好 那你现在看过去式的类种 只要有个过就好了 第一个叫过去式 第二个叫过去进行式 was ving 过去完成式 head pp 已经 过去未来式 就是所谓的wood 好 一样是未来 但是过去未来 所以呢 我们过去式的类种 过去式 过去机型式 过去未来式 好 过去完成式 好 英文叫做 vpt pt是加ed 过去进行式 was ving 过去完成式 叫head pp 过去未来式 叫wood加原型 那它会产生四种结合 叫过过过过过进 过过往过过过未 好 那过过进呢 就是两个时间点差不多 或是紧接载后 好注意哦 我这个定义哦 两个时间点差不多 或是紧接载后 都有例子啦 但是我们现在因为例子 例子的話 我們先這樣講 過過境是同時發生 過過完是一前以後 過過位是表過去的未來 我們現在 我看一下 我們繼續找看有沒有更好的例子 對 我們繼續找一些 我們現在來到這段中 我們在這段中 對 對 我們 我们这边 我们用这个来 前过后前面是过去式的类传 后面是过去式的类传 我刚才讲是总结了 过过 过过近 过过近 过过完 过过位 我们现在一个举例 1过过 当我住在美国的时候 when I live in U.S. I often rode my bike to go around 你看 当我住在美国 是不是住 然后我骑脚踏车 那两个时间点是不是在过去 所以两个时间点差不多 就写过过 看第二个 或是紧接载后 He came back 回来了 过去式 然后开电视 这两个时间点是不是都在过去 是紧接载后 所以第一个解释了 过过近 表示同时发生 当我回家的时候 妈妈正在煮菜 when I came home 妈妈 was cooking 回家了 那个时候 妈妈正在煮菜 过过近 不要同时发生 He told the mother that he had eaten the breakfast 他告诉妈妈 that he had eaten the breakfast 他已经吃了早餐 所以吃比高速更早 所以是一前以后 所以他已经产生了一个时间的距离 时间的距离 他告诉妈妈他之前已经吃过晚餐了 所以这个叫做一前以后 吃再前高速再后 过过完 那他说他将会参加这个社团 他说了 但是他还没参加 是过去的未来 如果你写未了的话 就会变成2023年5月17号 那应该是讲过去的将来 对不对 所以过过位 所以以上的解释就是 过过 过过近 过过往 跟过过位 那一样 现在式 也有现在式的类种 好 一样呢 现在式的类种 现在式 现在进行式 现在完成式 还有一个叫现在未来式 现在未来式 好 那现在未来式 就是未来式了 好 那结合就是 线线 线线进 线线完 线线未 一样的线线是两个时间点 差不多 或是紧接载 好 当我在吃晚餐的时候 My brother Reader Label 当我在 在 当我在 吃晚餐的时候 那一段 就刚好 两个时间也差不多 现在我在吃 好 现在 现在 一直是现在 还是说 一定会碰到现在 好 现在式 一定会碰到 但我现在 在吃晚餐的时候 我的哥哥在读 读小说 这个是 请节载号 好 然后 然后 好 来下一个 第二句 这边还有一句 啊 I turn on the line and the line out of the closet 我开灯 然后呢 点燃这个橱柜 吼 就是照亮橱柜 吼 彩虎 彩虎 当我们 现在在上课的时候 我的哥哥现在正在写他的功课 这是 过过键表 同时发生 好 当我们在上课的时候 哥哥那时候 现在 当我们现在上课的时候 而且就已经回家 谢谢我 那我承诺说 我会做功课 好 下一张 下一次 好 那是现在式 好 对不起 表现在的未来 不是过去 我现在的未来 线线位表 这是现在式的那种 好 这样了解之后 我们 我们 看一下 呃 所以你看这一题 这个是不是历史 历史用过去式 那 当这个回击习惯用进行式 过去进行式 叫过过进 表同时发生 所以当回击 灰过 以式谈跑的时候 我们那时候 哦 看到了一个美丽的景色 这应该是同时发生 过过进 对不对 好 这当然是选西 好 好 第三题 来 when they 心里 哈 哈 伯 叫雪梨 Lay non-stop for three months 好 你看看 这个for three months 一段时间 这是完成式的key word 三个月 好 那你这边呢 这件事情 发生了没有 发生了 好 没有发生 你不会讲这些 所以这个看起来是过过完 好 好 那也可能是线线完 看花生了没有 好 这边没有过过完 那我们的答案就只好线线 线线完 好 线线完就是前线后线 表 一前以后 好 一前以后 好 那还有这副子指句用现在式代替未来式 好 可以这样写 当他们到达雪梨的 Anchor是那个停 停下毛 下毛就是那个停的意思 下毛 好 这是停的意思 因为那个毛 我们这边就不打了 下毛 好 那这个人还没有下毛 他们下毛的时候 他们将将怎么样 三个月 对 这个是一段时间 但是他们还没下毛 所以这个就是线 现在 未来式 叫 未来式 这是未来式 这副子指定用现在式代替未来式 所以当他们下毛的时候 还没下毛 他们将已经停了 这个也是线线 你看看这个是线线 一个是 现在未来式 对未来完成式 对不对 所以是一段时间 所以这个答案是A 也是线线 那如果你写过去是也可以啊 你写Anchor 那就是 如果你也写过过 就过过完也可以 你也可以写这样子 当他们下毛的时候 他们已经没有停三个月了 那你因为你就是未来 所以这一定要未 未来 未来完成式 所以整个答案是A 所以整个答案是A 好 第四题 然后呢 Every Monday Next 你会看到下 那个时间是不是 注意时间跟动词 是不是下格 这一定是用未来式 好 那未来式 现在进行式 来去动词 可以用现在进行式代替未来式 所以我们正要去 我们正要去 我们正要去 因为下 你用will will是未来式 那现在进行式 来去动词 就是come跟go come 跟go 跟live 这叫来去离开动词 可以用现在进行式代替未来式 什么意思 I'm coming 我正要来了 可是我还没有来啊 就等于 差不多 I will come 那I'm going I'm going to 我正要去 可是我还没去啊 I'm leaving 我正要离开了 但是我还没离开 所以它用进行式 可以再替未来式的意思 所以这个是下一学期 Next 下一期 下一期呢 我们呢 是将会训练 好 所以答案是D 然后但是 I'm sure we will come back normal routine once a week before long是不久 那我现在很确信 我们会回来 因为 回到我们的正常 现在是不是有点改变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是现现位 我们将会回来 所以这个呢 两个 都是未来式 好 两个都不 那be going to 就给where train 你写 你写 where train 也不会错啦 where train 也不会错 那be going to 是比where train where是长短都可以 be going to 就是进行式 它是比较短的 我们即将要去训练 那你写where 你也可以写一年后 也可以 也可以是明天 所以 where它的弹性 很大 但是be going to 的弹性比较小 我们即将会训练 所以这个答案是D 好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next turn 是未来式 所以你这个是未来式 因为下一期还没到 那be going to 就是比较短的 未来 像现在进行式 代替未来式 我们正要去训练 还是还没训练 be going to 就是比较短的 这样 那我确定了 回来 那这个是未来式 reverse 转变的意思 会转变回来 到我们正常的常规 ROMO是正常的 Routine是常规 所以是 reverse 是缓回的意思 转变的意思 好 那我们这答案是D 好 我们先来看第五题 好 那速度呢 现在速度没有很快 因为这有牵制到讲解 所以 速度比较慢 然后我这里 主要就不翻 不讲中文的意思 不用翻译每一个字 反正这样会速度的变满 那如果 我是一对一的课程 当然我会调整速度 然后我就不会每一题都讲 节省时间是针对你错的 这个是参考课程 好 The prospector run into time in excitement 好 because at the last he gold find gold at the site which month 好 你先来看 你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 the prospect 就是 原 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有远见的人 prospect是远见 加or 嘛 那在这边不是翻译说有远见的人 就算是专门在探测时 探测说 这个有没有 有没有 矿 就是 字面上的意思 prospect不是远见吗 加or 那这个当然不是有远见的意思是说 这种人专门在探勘有没有机会的人 他就探勘 探矿者 看有没有以后希望的人 就是探勘者 run into 他就跑到城镇里面 兴奋的 因为最后 好 最后这件事情呢 应该是发生的 所以这个是 最后呢 他 发现 这一些黄金 好 所以呢 这个最后是不是发现了 是不是 已经发生了 是晃的 最后他 花金 然后这边 一前以后 他已经计划好几个月了 好 你这边有一段时间 那完成式 我完成继续式都可以 所以呢 你的答案呢 是 过去式 跟过去完成式 好 那问题是 所以呢 这一题的答案呢 这里的答案应该是 底端是 我不建议这个答案 我建议这个 head放 这个head把它去掉 好 你这边改成 放的就可以了 好 我们很少用两个 完成式 通常是过过完 所以这边放的 这边是 head 放的 或head head beam paint是 塞的 它已经塞了好几个月 塞了 paint paint是塞的意思 吼 用那个圆盘子塞 吼 那你 这个跟 现在完成进行式 跟现在完成进行式 就是 差不了 差一点点 就是 到现在还在塞 要完成 又完成又进行 前面是完成 是到现在 后面是进行 又完成又进行 所以这个应该是 过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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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完成式 跟过去完成进行式 就差一个 有没有正在进行而已 所以这个探勘者 跑进这里面 跑了 最后呢 它发现了一些黄金 过去式 然后 这个位置 它已经 计划了好几个月 而且现在还正在计划 所以 过过完 所以答案是D 好 第六题 I expect you board with walking at the post office by the time next year and for a more interesting job 好 你看看 我刚才讲 败家时间不是用完成式 败家现在 时间 现在完成式 败家过去时间 过去完成式 败家 未来时间 你看看 这个 这个时间是明天 明年是未来 所以败家未来时间 用未来完成式 我再讲一次 败在什么之前 好 你写by now 现在完成式 by yesterday 过去完成式 by tomorrow 未来完成式 那你这是明年之前 所以用未来完成式 所以 这个呢 未来完成式 所以前面前面是未来完成式 所以我期待你将将位已经很厌环了 在明年之前 在明年之前 明年还没到 所以一定要未来 未来 但是完成式 未来完成式 然后呢 未来完成式 未来进行式 未来进行式 未来式或未来进行式 都可以 所以这个就是未完 表示未来 但是未来里面还是一前一后 所以你将已经 已经一前一后 一前就是从 从现在到未来 你都会在这个邮局 明年之前都会在这个邮局 然后在那个时候呢 你将会找 更有趣的工作 将会正在找 将会找 所以算是未未完 未未未来式跟未来完成式 叫未未完 是属于现在式的线线瓦跟未未完 只是一个是差线 线 一前一后 所以你在明年之前 你会 已经一段时间了 然后呢 你将再来后来 你会 就会去找 所以当然是C 第一 listen 这种经参号都用进行式 不用考虑直接写进行式 C 这个coach coach是教练 教练呢 正在解释这个强度 strength 是强度 我们的对手 opponent 是对手 好 because our team against them 好 before 好 好 好 那 呃 呃 这个是 因为 你这个前面一定是用现在进行式 所以教练呢 正在解释 呃 我们的对的长处 好 那 这个before呢 打败他 其实 你这个 现在正在解释 对不对 那 以前到现在 都还没有跟他们比 好 你这个呢 叫 线线丸 线线丸 就是说 教练 解释 正在解释 那我们的对以前 以前就是从以前到现在 从以前到现在呢 都还没有对抗过他 所以用线线丸 好 以前对到现在 都没有跟他们玩过 好 好 所以我们答案呢 是选 11 好 好 第八题呢 When I got alterations to the company account I was left in no doubt that the account my money Wonderful 好 alters 改变 alters 加一个s 就是改变的事物 所以加一个s 改变是臭向名字 为什么要加一个是改变的事物 好 当我怎么样 改变的事物 好 公司 对这个公司的账户 好 这个账 改变好 啊 I was left 我是被留在那边 好 inno 到没有怀疑 一点都不怀疑 什么事情 这个account 被偷了 不然不是免 不是虫 免鱼 免鱼 免鱼这个公司 就被偷 免鱼 就离开这个公司 不是虫 是免鱼的意思 所以我 当我看到这个改变 对这个公司的账改变的时候 好 这个 这件事情应该是化身了 应该是过去式 好 好 那我 我无疑 这两个就是紧接在后 紧接在后 我发现的时候 我无疑 是不是后面就没有怀疑了 留在那边没有怀疑说 这个账呢 是被偷 对不对 好 那被偷 是不是一前以后 过过完 因为我发现在后 偷是在前 所以一前以后 那过过完跟过完 近差不多是差一个 有没有正在进行 这个账 到 到现在 以前为止 都一直在被偷 现在还在被偷 好 那时候 我今天发现为 我那时候 发现为止 到那个时候 都还是被偷了 所以呢 这个是过过完 那过过完 过完 过完跟过完 近就差一个进行式而已 所以 当我看到改变的时候 看过了没有 看过了 过去式嘛 那我无疑那件事情 这叫紧接载 我叫过过 好 然后这个账呢 好 好 从更早以前到 我看到那个时候 那一天 还是正在背头 就是过过完 所以答案是A 过过过完 近 过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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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过完近 是一样的意思 差一点点有没有进行而已 所以这个答案是A 好 第九题 就是说 According to the doctor this time next week 未来 注意时间 是下个礼拜 下个礼拜 Around as normal 就是跟 As it is similar 就跟这件事情 是正常的时候一样 医理给自然是什么 就跟正常的一样 齁 把它弄小一点 好了 齁 然后 And the card on my foot 这个card 不是切 切口 complete 完全 所以根据这个医生所讲的话 这个doctor 我们通常都不用讲得太清楚 According to the doctor 不管是根据医生或是医生的话 都可以 医生的建议都可以 我们只要到人就可以 所以According to the doctor 你可以说根据汤姆的建议 根据汤姆的说法 根据汤姆的意见 什么都可以 只要到人就好 所以According to the doctor this time 下个礼拜 所以下个礼拜是用未来式 好 下来是我 I 好 那 未来式 那未来进行式也可以 我将会走 未来式跟未来进行式差一个 未来 但是未来那个时候 可以正在进行 可以 未来式跟未来进行式 记住未来式跟未来 跟进行式都可以同时进行 我将会走 跟正常一样走 然后这个 这个 the cut 这个是商口 商口 商口是不是下礼拜应该已经好了 这 叫做 一前以后 是不是 从现在开始到未来 是不是 我将会走还没走 对不对 叫 未完 叫未来式的系统里面 叫 一前以后 叫 未来式跟未来完成 这是叫一前以后 我会讲 过过过过进 过过完 过过过完 那线线 一样 未未未未 未未进 未未完 未未 那这个就是未未完 所以呢这个是 你写 未二walk 未二比walking 没有差 所以这当然是B 一前以后 所以在我下礼拜 我会视察 跟正常一样视察的时候 这个伤口将会已经好了 所以当然是B 好,我们先看下一题 第十题 Shadow Puppets in China and Brown As far as Turkey and Greece today 好 这个叫做Puppet就是傀儡 那就是傀儡系 学者是影子系 影子傀儡 就是皮影系啦 影子傀儡 起源是中国 起源这件事情是会发生的 所以一定是过去式 D 起源这已经发生了 所以我们看一下 前面是D 是Turkey 起源 然后 And As far as Turkey 可以传播那么远 那 传播 远到这个地方 其实你写过去式也OK 过去式也OK 那因为你这个 今天是不是有碰到现在 所以不能用过去式 因为这边注意还有个今天 那今天 那今天 从以前到现在 所以一定要碰到今天 一定要碰到现在嘛 所以是 起源是过去式 但是 起源是一定是过去式 然后到目前 你写现在是 也可以啦 你写现在是 也可以啦 但是我们没有现在 我们用现在完成式 就是说我今天不是要讲现在 就是说已经传到这里 从以前到现在 目前只有D可以选 好 十一题 over recent year 就是最近的几年 Many skilled craftsmen 技工 技术工人 and a woman 也有这样 in the pottery 市场 Trader 淘气 贸易 in the UK but gradually English Perselan Perselan 是瓷器 一个比较粗的叫淘气 Pattery 比较细的叫瓷器 It's reputation 是声望 英国的瓷器 声望 Eater是代表 淘气 淘气 这个意思是 英国瓷器 声望 好 所以最近几年 很多有记忆的 季工 季工 季男 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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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失去的工作 在淘气的贸易 但是呢 渐渐的英国人 建立他的生命 好 你看看最近几年 是不是终点到现在 好 所以呢 终点到现在 是 最近几年 好 那很多人 失去他的工作 好 好 我们现在看 好 这一题 好 很多人 失去他的工作 那 最近几年 它是 完成式 的 keyword 你看最近几年 基本上 都用完成式 最近几年 是一段时间 从以前到现在 所以用现在完成式 因为你要 你今天 最近几年 有没有碰到今年 有啊 重点是有碰到今年 就是现在 最近几年 有碰到今年 所以用现在完成式 好 因为最近几年 有到今年 所以用现在完成式 所以这个答案呢 就是前面是1 好 已经有记忆的功能 技工 技技术功能 藍技工 里技工 已经失去了 他们的工作 好 好 但是渐渐的呢 英国 你这个 英国建立他的 声望 好 好 那你这里 讲的时间点 是不一样 他说你现在是说 现在正在 现在的声望 可以 可以 两个都是现线 但是一个是说 最近几年 是完成式的 keyword 那 但是他现在正在 现在是 现在进行式 可以 你这里写 现在是也可以 那现在进行式 是正在进行他的声望 就是现在进行式 就是正在进行他的声望 也可以 所以这个答案呢 是1 你后面写 REGAN也可以 所以 现在这个 现在进行式 就是说 一个是现在 现在是 我们上次讲 不是只有现在 现在是 过去 现在 未来都有 短的叫习惯 长的叫整理 所以你写现在是 就是 短的叫习惯 长的叫整理 整理跟习惯 之前也可以 可以 现在 现在英式的桃子 正在 重新获得他的声望 所以以前的这个桃子 就失去了 工作 那 英国桃子 现在 建立他的声 重新获得他 你写现在之后 现在进行式都可以 但是前面是 REGAN也是一段时间 所以答案是1 好 12题 After she turn up for the appointment for the third time I meet her again 好 第三次 Follow for the third time 是对第三次 第三次 是不是 呃 他出现 Turn up 是出现 Appear 的意思 我们的约会 在他出现第三次之后 好 我就没有办法再遇到他了 好 你这边呢 他跟过去是有关 好 好 好 那 这个是不是 一前以后 好 在他 呃 已经无法去出现 Turn up 是 appear 的意思 好 那他没有办法出现 那个 那个约会 第三次的时候 好 我后来呢 就拒绝去碰他 好 这是 第三次 前面是表一次 两次 三次 所以是一前以后 已经是第三次 好 已经是第三次了 所以后来呢 我就拒绝他 就过过完 所以呢 先拒绝第三次 然后后来我就不再碰他了 就过过 过过位 好 表以前以后 过过位 对 过过完 对不起 过过完 过过完 对不起 过过完 过过完 一前以后 好 一前以后 since 是自从过去到现在 这不用考虑 这一定用现在完成式 所以呢 13点就是 呃 有点像国中 所以since 这个文法就是过去到现在 自从我参加我的第一次 就是 debate是辩论比赛 对抗赛 那 到现在为止 我 好 现在完成式 好 所以 I have been 好 然后这个呢 大部分的周末 好 这个是我 �加大部分的周末 所以 呃 这个大部分的周末 好 因为呢 这个是习惯 好 现在是代表 过去现在未来 好 现在是 是代表过去现在未来 好 不是只有现在 好 举个例子 我这边顺便讲一下 这个文化 好 这个 我还是给你讲一下 好 好 好 现在是 现在是呢 洞子发生在过去现在未来 短的叫习惯 长的叫整理 好 那 譬如说地球是圆的 是不是可以很长 这是真理 我是一个女孩 诶 这个好像不是真理 她呢 比习惯海长 比真理还短 好 批得很生气 诶 这个是不是更短了 她也不是习惯 但是又比现在 海长 譬如说我住在 我 我住在台北 这是比习惯海长 比真理还短 I live in 台北 那你说 My name is David My name is David 那我的David 应该比习惯海长 比真理还短 那 I live in 台北 那个字是比习惯海长 比真理还短 那 I like watermelon 我喜欢西瓜 对不对 那这个西瓜呢 I like pine apple 对不对 这个就是习惯哦 所以不是只有今天 过去西 譬如说我住在台北 短暂的时间不会变吧 昨天住在台北 今天上个月 这个月下个月 所以现在是 不是只有现在 短的叫习惯 长的叫真理 所以呢 他是说这个社团 我大部分的周末 所以这个大部分的周末 包含过去 现在未来都有 可以用现在式 好啊 since是自从过去 这个是过去式 到现在前面是 现在完成式 后面另外一半 现在完成式 所以呢 自从我参加 在2个part的一次 参加我的第一次辩论比赛 我呢 已经 是一个成员了 然后这个 这个社 我已经是一个辩论社团的成员 好 debate是辩论 那这个社团呢 我 好 大部分的周末都有参加 甚至是比较习惯 所以答案是B 好 14题 by the first half of 19 是败加一段时间 一定要完成式 所以这个答案呢 就是C 我刚才讲说 是加一段 by加现在是 现在的时间 现在完成式 好 加过去的时间 过去完成式 到未来的时间 未来完成式 那这个十九世纪 当然是过去完成 这个 羊鱼片 stable是主食 所以是已经 已经 所以当然是C 然后1854年 这个疾病 这个打击 这个历史 我刚才讲历史 都是过去式 所以当然就写C 好 15题 the origin of domestic poultry poultry 是家禽 uncertain but the experts believe that some birds breeds are descendent from the Indian jungle flower which is still in India today origin 因为是原点 加一个S 就是起源的事物 起源的事物 加一个S 会改变G1 原点就变起源的事物 就是起源 董梅史 家里面的家禽 就是羈押 家里面的这个家禽 鸟类 的起源 是不确定的 好 我问你 起源这件事情 是不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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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我们注意 动词跟时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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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是说 这个起源是不确定的 我想要问你 主持跟动词的关系 主要是动词 对不对 那你这个不确定 是不是到现在 还是不确定 对不对 所以呢 现在是 就是 代表过去现在未来 转的叫习惯 长的叫真理 所以你不能写过去不确定 如果你写西过去不确定 那不就是现在确定了吗 好 那我举一个笑话给你听 那有一个人 他其实不是笑 他说 You are beautiful 那那个女生说 请用过去是 Please use past tense 就是说 我过去很漂亮 那言下之意就是 他现在不漂亮了 那如果说 I am beautiful 那就是过线位都有 我现在 过去短暂的未来都是漂亮的 那未来是 I will be beautiful I have been with 以前到现在都很漂亮 所以过去式是过去 现在式是过线位 未来式是未来 现在完成式是已经 对不对 那现在进行式 通常我们漂亮 不会用进行式吧 好 所以这个起源呢 是不确定的 用现在式就可以了 现在过去未来都不是很确定 到现在 现在是过线位嘛 但是专家相信说 有一些品种 breed 是品种 descended 是降下来 就是从 都被 就被 子孙降 就是 生子孙的意思 生一下 被生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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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 印第安的 那个 foul 老音 下来 就是说 你这个 加起的起源 是从印第安的老音 变过来的 那 这个老音呢 你能不能看到today today的话 用 还是用现在式嘛 今天还是存在的 所以这个答案呢 就选 d 好 那 这边呢 16题 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可能讲到 20题 或是 或是讲到这里也可以 in 19 AD us govern 你看这个是过去式 现在是月做月快1868年 所以呢 我的答案就写a 历史 好 然后呢 回到家乡 然后从那个时候看 信息不是用完成式吗 所以这个是a 十七题 一样 1960年 是写过去式 1960年 只有两千个美国人到达 只有两千个美国印第安人 读 在读书 然后 然而在 这个是然 这不是当 这不是当 然而在1970年 只有一世纪之后 这个数字增加到多少 看起来两个都是过去式 这个一定是跟过去有关的 目前 没有一千 这个 这个是两个时间点 所以两个都是过去式 所以两个都过去式 所以我们这边写B好了 那个B的前面那个答案写SADD的就好了 那 目前呢 目前呢 应该是两个都是过去式 所以我们这边写B好了 那A的 那个B的前面那个答案写SADD的就好了 它是写过去机型式 因为这个 这一段 这个那一段时间 还可以啦 最好是两个都写过去式 过去式 也还可以 那 在那一年 差不多就是那时候 有那么多人在读 然后后来的时候 1970年 这个也是发生了 过去式 这两个时间点并没有连贯的关系 这两个就两个时间点 这两个都是历史嘛 那它没有 它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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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贯 所以没有什么过过完那种东西 好 第18题 今天我们吃的tension 就是橘子 不是柳丁 orange是柳丁 那at one pound per kilo 一磅 每公斤 吃一磅 那 unlikely 也是不像昨天 when we have a few customers 今天我们卖很多的橘子 这个at是价格 对不起 at是价格 一磅 一磅英磅 就是价格 价格用at at加刻度 价格 温度 速度 这用at 这是刻度 有12345 就年龄 这是用at 这个文化我们就不再细讲 卖一磅的钱 一公斤 kilo就kilogram 好 所以呢 今天一定要碰到现在 对不对 所以现在没有的 现在进行试也可以 所以我们现在卖这么多钱 不像昨天 昨天的话当然是过去试 所以答案就是b 好 十九题 好 十九题 那些人 对不对 那些人 就是那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 那些人是不是你的女儿 Is that your daughter 那些人是不是你的女儿 然后形容直直续 这个女儿呢 正在外面玩 没有穿外套 所以这个要怎么翻 那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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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你的女儿 那些人 在外面玩 没有穿外套的那个人 好 然后呢 它会有一点寒冷 好 它会迎来一阵冷风 好 你现在是不是有线 好 你前面是有线 好 现在是的 好 目前是bct有线 对不对 好 所以不是未来 是线 所以cd是未来 所以这个答案呢 好 是 我看一下 它是说 现在寒冷 还是 它将会寒 未来是也可以 好 因为呢 它没有穿 所以你用现在是 也OK 未来是 catch your chier 跟catch your cold 是一样的意思 迎来一个寒冷 只是没有那么严重 catch your chier 跟catch your cold call是感冒嘛 不是catch your cold 我们英文不是catch your cold chier跟call差不多嘛 所以它会感冒 对不对 那你写未来是 现在是就是现在 它会感冒 未来是就是以后会感冒 所以未来是 所以未来是 好 那 here's some more 它有个 暖3 some more 是热 暖3 就是穿了会发热 发热衣 and pullover pullover 就是外套 外套里面还要穿一个暖衣 好 but you have a point 好 它有一个软外套 在穿上 在它的套衣里面 好 but you have a point I will fetch her coat 好 好 意思是说 它有穿暖衣 所以它不需要外套 fetch是去拿 我要把它的外套把它拿过来 因为太热了 所以呢 现在还没拿 所以这答案是 思考情境体 这是情境体 就是你要思考它是什么 它说那个女孩子穿 穿没有穿外套 没有穿外套的人是 你的女儿吗 好 好 那 she 唯有 她可能会感冒 好 B就回答说 她现在 有一个 暖衫 或热衫 在她的 穿上 在她的外套之下 但是你这样一讲了 我还是 fetch her coat 我会帮她去拿外套 fetch her coat 不是去那边拿 是帮她拿 我会帮她拿外套 意思是说 还是给她穿好了 意思是说 即使她有个穿软衣 我觉得她还是给她穿好 所以这个是 呃 呃 未来式 哈 两个都是未来嘛 两个都是未来 所以呢 她 既然会感冒 那我会帮她拿外套 fetch her coat 去取 去取 为她取外套 她 她没有外套 所以她去取 不是去那边取 是 是帮她取的意思 好好 看看二十题 好 我们降到二十题就可以了 the number of order per week all year and the sales manager is confident that we target 好 这个订单的速度是 每一周 整年 好 啊整年不就是完成式吗 好 所以完成式 完成进行式都可以 已经在增加 到现在都还在增加 所以你不是A 就是E吧 好 然后这个销售经理 有信心 我们 信心应该是还没发生 将会达到 所以是E 将会达到 好 所以呢 这个订单呢 整年是不是一段时间 完成式 完成进行式 就差一个进行而已 已经整年都在增加 E 到现在都还整年都在增加 而且到现在都还在增加 销售经理有信心 将会达到 还没达到 所以答案是E 好 你看她的意思 来决定她的时态 那还没达到 所以用未来式 那整年是一段时间 完成式 好 我们现在来看 Keywall 来 哎呀糟糕这个我们 好 我们大概讲一下 完成式的Keywall 过去式的Keywall 未来式的Keywall 现在完成式的Keywall 其实我们是有系统的 只是说我现在一时没有找到 哈 好吧 那我这边哈 嗯 还没找到 但我大概用口述的哈 现在式的Keywall 就是 Avery 过去式的Keywall 就是This Morning 那完成式的Key 过去式的Keywall 就是这些啦 Last Ago This Morning 那 现在式的Keywall 就是Avery 那 完成式的Keywall 就是Already Yet 好 现在完成式的Keywall 收化 呃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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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就不讲了 那 呃 我们今天就讲到这边 感谢各位同学的耐心 好 那刚才讲了 那个 到 那个 整套的一些Keywall 我们在这边 做一个快速的口头上叙事 所以 就不 给你出现在萤幕上面 好 我大概用讲的 第一个 过去式的Keywall This Morning 什么Ago 然后 然后 The Next 加时间 The Next Day The Next Morning 完成式的Keywall Already 呃 Yet Since 好 那 现在完成式的Keywall 现在完成So Far Lately Recent Year This Days 好 那 未来式的Keywall 就未来的时间就可以了 好 那 现在式的Keywall 就是Every 过去式的Keywall 或是This Morning 那 未来式的Keywall 就是 Next Year 时间什么 这个明天 好 那 完成式的Keywall 比较多 Already 肯定 Year的薄一 Since 好 For 加一段时间 然后现在完成式的Keywall For the Past Days 好 For the Past Few Days Lately Recently 好 This Days 好 那 呃 修画 这些的 好 那 其他的部分 我们 呃 有空再讲 那今天就上到这边 一篇 做了